台南 是一座充满历史文化与传统美食的城市 它富饶的土壤也孕育着许多优质的水果 在夏淫麻豆地区 有全台湾种植历史最悠久的麻豆文蛋 产量超过全国的三分之一 是每逢中秋送礼的最佳首选 我是台南新荣人李佩娟 我回来台南麻豆种植文蛋已经有15年了 当初想要回来 也是因为要传承阿公他当初的坚持和理念 麻豆这边因为它很特殊的一个地址就是 其实我们麻豆以前这边是内海 所以它的土质其实跟其他地区就已经都完全不一样了 其实文蛋应该要带有一个文蛋的香气 它吃起来除了酸微酸然后甜然后会回甘之外 它其实还带有一个文蛋的香气 那文蛋在挑选的谷之后啊 我们就要挑选它的形状比较像是这样子的三角形 到三角形的方式 然后啊它上面的这个头啊不要太大 那它底下要有比较胖一点 那其实最重点的是它拿起来要够沉 那因为它够沉够重 代表它里头是多姿的 在台南市南端的官庙区已盛产凤梨文明 官庙凤梨能够在市场上一枝独秀 除了土壤及气候适宜凤梨成长 关键更在于对品质的反观 我是台南新农人黄启凡 我在这边种凤梨已经二十年了 我的官庙凤梨品质好值地高 金钻凤梨第一它接受度高嘛甜度高 如果是官庙的话它因为土质的关系 它也属于酸性土了 所以它种起来特别的风味特别的好 那个座子也特别的吸引 这边它属于山坡地 山坡地比较多嘛 然后种凤梨的地方一定要排水 排水要量好 然后土質土壤的话要BH 大概4.5到6之间 然后官庙刚好符合这个条件 它种出来凤梨就特别的特别好吃 台南新农人不仅代表年轻与活力 更代表着观念新颖且进步 有的新农人也选择种植其他凤梨品种 例如产其为7到10月份的牛奶凤梨 致力于产其调节与友善环境 我是台南新农人蔡洪森 我回来种植牛奶凤梨已经5年了 我的坚持是最少我们要做到374项 农药检测是无产牛 然后我们还要故造我们的品质 所以困难的地方 目前就是对现在的气候的影响 然后造成说 采收的时候都要诉讼说 每天的去尝试它的口感 然后来决定我们的采收的品质 牛奶凤梨牙它最大的特色 它就是青皮白肉 可是它的果肉是非常细嫩的 而且它的甜度可以达到15度到18度 这是它最大的特色 台南芒果全国产量最多品质优良 鲜甜多汁口感细致深受国内外消费者青睐 每年超过1000万美元的外销订单 是台南产值最高的水果 我是台南新农人杨庆娟 在南西区从事艾文芒果栽培已经15年了 我们最主要的是外销公果园 日本跟韩国 我们在芒果园里面去种植它的话 会先要求它的矮化 它能够让我们省工不缺工 不缺工的状态下 我们才可以很精致的去管理它的猪条 让每一个芒果都能够接受阳光的沐浴 我们台南的芒果园 大部分都是山坡地 百二谷 这种微量元素很多的地方 它会让爱无芒果的风味加成 然后因为排水良好 它的甜度也会相对很高 在台南市政府的土地下 多种在地水果不只深受国人喜爱 更玩笑到世界各地 台南水果的好就等您来细细品尝 欢迎来台南 道丁 加追购